美印太副司令斯克倫卡 他在8月13號的這一場的 澳美領導人對話的時候呢 他就祈祷了 他把這個箭頭的矛頭是指向了中國 他說中國的軍隊呢 是變得危險的傲慢 因為都不接他電話嘛 然後呢他說呢 因為拒絕美軍溝通的提議 而加劇衝突的風險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新加坡第一總理 黃巡才呢 他也有提到了一個部分 那包含了有一些 他說他是建議啦 美國應該要學習跟中國共存 希望兩國可以找到一個解決的分歧 和平共處的方式 不過我們看到 這個因為呢 這個副司令 他就講了好幾次 他說因為解放軍最近呢 因為在這個變強之後呢 就是變成了一種新的自信跟強勢 所以他就有點唱衰中國 他說這個自信心呢 這個增強會讓他們很自大 會讓他們呢 變成一個最危險的地方 會變成傲慢的 但是我們看到美國也蠻奇怪的 因為他一方面呢 尋求要跟中國對話 但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不放棄打壓 所以他的態度也是蠻奇葩的 我們來仔細想一下 美軍的印太司令部在哪裡 在夏威夷的珍珠港 他的隔壁正在發生大火 美軍沒有出動一個人去救災 對耶 這也蠻奇怪的 然後8月13號耶 正是燒得很離奇的時代耶 他在講這個話 美軍會不會太不知人間疾苦啦 他是美軍其實完全不動 他當然美國總統在度假 沒有空下達命令 這個沒有美國總統下達命令 軍隊基本上是不會動的 他們有船 有飛機 有人員 有救生所有的完整設備 沒有一個人出動 這也太奇怪了 哎呀 所以誰傲慢 就是你美軍對老百姓傲慢啊 你不會告訴你總統說 哎總統隔壁火災 我要去救個火耶 哎不是美國本土派人來耶 他就在隔壁 他有多少人 他有6萬人 6萬人一個都沒動 所以他的設備如果這麼 就應該是都很先進的嘛 他想要去協助 這應該不難啊 很簡單的事啊 怎麼會發生什麼災民的秩序 有問題啊 會發生說救災有困難啊 那那個州長極如星火啊 他說調國民兵啊 他鎖上國民兵沒幾個 因為以前蕭蕭蕭 就是一個很旅遊勝地啊 沒想到會發生什麼 暴動啊或什麼東西 國民兵主要是在鎮壓暴動的 他根本國民兵沒有幾隻小貓啊 而且設備也不足啊 他也沒想過啊 都是很簡單的船啊 印太司令部耶 控制了第七艦隊跟第三艦隊 手下控制了多少 四艘航空母艦的印太司令部耶 你在那邊納涼還在唱衰中國 你有沒有搞錯啊 自大的是你耶 驕傲傲慢的是你耶 你拿是美國老百姓的薪水 你幹這種事啊 還在有空在罵中國 你很奇怪耶 我們不知道這美軍的副司令 他把他派去是不是 好吧 那如果中國很傲慢自大 不是對你很好嗎 因為我們屬於什麼 自大必敗 傲慢必衰 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那你要高興啊拍手啊 繼續鼓勵中國傲慢自大 可是因為對方不接他電話 他心裡不舒服 不接電話叫傲慢自大 對啊 叫做不爽 不叫傲慢自大 他沒有傲慢自不爽 大千委員怎麼看這個事情 就是說這個自家後院 應該說他旁邊都在燒大火 但是美國這個印太副司令呢 還在這個美澳的這個領導人對話當中 講說中國的軍隊現在越來越傲慢 也不接我們電話啦 然後你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你一定會自敗的啦 其實這個新加坡的第一副總理 黃巡才的談話 他是很有技巧很委婉的 很委婉的 把事情的真相講出來 他是在提醒美國 你看他的談話 美國必須學會與中國共存 他沒有講中國必須學會與美國共存 其實是在美國 他是美國必須學會與中國共存 希望兩國能夠找到 解決分歧和平共存的方式 黃巡才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此時此刻 這樣的一個緊張局勢 又不是中國大陸造成的 是你美國造成的 剛才這個鄭元兄講得很清楚 就不接電話 就是因為不爽啊 廢話誰會爽接他的電話呢 你美國現在是在怎麼對我 你現在在各個層面上 都在對中國大陸開始進行圍堵 進行孤立 然後你在全面的進行結盟 全面的在進行佈局 你連一個菲律賓的這個仁愛嬌 你都沒有放過介入 那請問一下我幹嘛要接你電話 我到底接了你的電話 有什麼樣的意義 就你美國不能夠人錢給我擁抱 人錢又給我插刀啊 你好你好歹連這個面子 連個場面你都做不出來 那在這個時刻 中國大陸又不是紙糊的 又不是豆腐做的 我有什麼理由要接你的電話呢 所以當然中國大陸的這個立場 就很堅定那你更不要提到說 美國此時此刻從來沒有放棄 利用民進黨把台灣打造成為 第二個烏克蘭這樣的一個做法 所以其實就算接了這個電話 他們能夠談什麼 接了電話兩個人互罵嗎 那互罵不如就不要接這個電話了 所以美國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是 你要想要跟人家對話 那你前提是你真的要有這個誠意啊 對話的目的是要化解分歧 是要解決問題是要和平共處 如果對話的目的只是一場緩兵之計 如果對話的目的只是想要麻痺對方 讓你爭取更多的時間來佈局 置對方於死地 那對方的智商又不低 那你就別期待對方會願意跟你對話了嘛 所以黃巡猜的話其實講得很含蓄 可是很直白 就是美國必須學會與中國共存 如果美國不要跟中國共存 那麼當然這個電話不接也罷了嘛 所以現在的關鍵是在於美國 你到底要不要跟中國共存 還是你一定要跟中國分個你死我活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 798 CTI 798有額外的折扣喔 CTI 888 CTI 888 CTI 988